這個我想大家前面有幾張是回顧 那回顧什麼 原本在前幾年減診之前 這個島上有9萬多桶的核被料 減診之後有10萬名277桶 看似減診好了 但是還是充滿一些讓人疑慮的食物 包括環境沒有變 高濕、高炎、高溫、環境沒變 即便減診完它還是有一些疑慮在的 那只要不牽走 島上絕對不會有安全可言 那再來下一個 那我這邊有一點點連結 如果可以的話幫我點一下 這是前幾年大概花了5年做島上減診工作 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在地的減診工人士 地下好購減診的狀況 非常簡陋的設備 他們穿著的這些衣物呢 基本上都是recycle 也就是今天上班穿完 下班丟到洗衣機 給天早上再起來穿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國際消化 這麼一個國家在處理這樣的一個安全的問題 其實根本就不會這樣操作 好再下一個 那這個片子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旁邊的屏蔽是風直接灌進來的 那因為它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時間大概不怕影響 你看那個帆布就這樣子 把那個風一直灌進去 然後粉層會一直拋上來吹出來 好那再下一個 不必看完了 那這個是 這幾年我也一直在很多網路平台上 都可以看到他們減診過程以後 實際的狀況 好再下來 那上面有幾個字 我可以的看到四個紅字 可能整個版面 因為資格在上面 我會標紅色的字是因為 這四個都是我們在地 投入郝國裡面工作的檢診工人 實際上島上有大概投入200多個中年 中青壯年人下郝國做檢診 那第一個馬什麼西吼 不好意思 最上面是一個檢診工人 他是最早去世的 那後面三個都是近期在兩三年內 甚至去年度連續走了 同一個月走了兩個檢診工人 這些人都是直接小號國做檢診的工人 那其他的不談 因為也有包括有漢人的朋友 也參與了這項檢診工作 不過他們的名字我就不略提 那我要說的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兩千多個人到目前為止 政府跟台電始終沒有做追蹤 他們到了哪裡工作 身體的狀況怎麼樣 不知道 可是這些死掉的人卻沒有人幫你深淵 不好 然後 我們基本上的動作